大家好,欢迎收看母子手工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小龙虾的做法 尾巴处理好了之后呢,我们给它摆一面 摆一面是这个样子 再把它这样给它折过来 找出下面对应的两根线 这些线先不管它 我们以这上面这个线为轴线 下面这个线为肉线 做一个斜卷结 斜卷结这里先不要管它 我们把这个根部给它拉紧一点 这个斜卷结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给拉到最紧 再把这两根线 拉到上面来 这些线先不管啊 用它相邻的这两根线也是做斜卷结 再次拉紧 又把它往上拉 然后这些线呢也是这样啊 做了斜卷结之后往上拉 把它做完 这里呢都收好了啊 这个尾巴有点歪 我们把它搬正 把它搬正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除了最后的这两个线 我们把这些线全部给它拉一拉 拉紧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虾子给它尾巴给它弄弯一点 这个样子 然后这些线呢 然后这些线呢 给它打个结 这样子 给它打个结 再把这多余的线剪掉 稍粘好 这些线都一样啊 除了这两个线 这些线都一样 这些都弄好了啊 我们再给它做 一个大钦子 我们把它固定好之后 拿出一根30厘米的A预线 给它折一下 一头长一头短 短的放上面 然后开始做雀头去 好了 做十个雀头截 我们再把这个短线头 还有这两个地方给它剪掉 这个夹子给它留一点 不要挨着剪 留一点 然后用打火机给它们看一下 好了 这个钳子就做好了 我们再做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做 两边的大钳子都做好了 我们开始来给它做眼睛 之前剪下来的那个九红色的线 我们给它这一头打个死结 然后在这个虾子头部 中间往右一点 这个地方在里面用勾针给它穿过去 把这根线给它勾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眼睛对应的这边这个位置 把钩针穿到里面去 再把这个线头给它拉过去 把这个头给它压扁一点 这根线打个死结 这个结要打紧了 把这头再给它掰开 这两个眼睛就出来了 我们再把这两边的线头给它剪掉 稍微好 好了这样这只小龙虾就做好了 再歪一歪 谢谢大家收看 嗨 嗨 感谢观看